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美国人拍摄的一段珍贵的晚清生活影像 画面中的贵族女子身穿华美的旗袍 旗袍是满足的服饰 最早是下大上小 绣管细窄 封闭旗设 到了清中期 旗装与汉服逐渐融合 才演变为线条流畅的直身式 袖口宽大 而到了这位格格所处的晚清时期 满人不再以健壮为美 而是要求削尖 平胸 细腰 窄臀 这般鲜弱温婉的美感 旗袍将女性线条 隐藏于宽大衣袖之内 突出脸部和旗袍本身的美感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摩登女郎 她身上所穿的款式便是典型的晚清旗袍 可以看到 衣袖 下摆 开叉处都加上了华丽精美的图样 这种牡丹和长春花组成纹样 称为富贵长春 凡复的绣纹甚至需要十位绣娘赶工一周才能完成 不仅如此 满族女子穿着的鞋子花盆底也越来越高 为了使身形婀娜多姿 她们甚至穿上25厘米高的花盆底 越为高跟鞋的两倍 很显然 这位格格走路时极为谨慎 服饰的演变也常是时代社会的缩影 眼前的这套装束从头到脚都不再有驰骋高原的气魄 而成了贵族安逸的生活方式 这位长得像吴振宇的小哥 每天除了帮这帮清朝人打理难搞的辫子 居然还要提供一条龙服务 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回复一条龙 为你展示史上最好玩搞笑的清朝珍惜影像